苏宇忠说,一个篱笆三个庄,一个好汉三个邦,古实的帝王,虽握有滔天权力,但要管理好一个盛世,必须有那些愿意奉献一生,对君主忠心耿耿的俯臣。 王朝更替诸臣的忠诚,往往是决定政权稳固与否的关键一环,顾许多帝王在人生的晚年常常孤己忧虑,煞费苦心地去寻找那些忠诚的臣子,以保证自己的皇位传承无阻,那位有三十多个子嗣的康熙皇帝亦是如此。 清朝是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地质历史中的最后一个朝代,虽然清朝末年。 统治阶级内部腐朽,导致社会动荡不安,中华大帝处于内忧外患,民不聊生的环境之中。 但是,和其他朝代一样,清朝也出现过盛世之况,那便是著名的康乾盛世。 康乾盛世主要指的是,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位皇帝统治的期间,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段繁荣鼎盛的时期,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。 要知道,在此之前的盛世,不论是汉武盛世还是贞观之治,亦或是开元盛世,持续的时间也不过短短数十年罢了。 为何康乾盛世能够持续如此之久? 这其实主要得益于康熙以及其孙子乾隆在位的时间。 据统计,康熙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,为我国历代皇帝之岁,其孙子乾隆在位时间六十年,为第二长。 因为在位时间最长,再加上康熙智勇双全,知人善任,有着许多的丰功伟绩,有学者便称康熙为千古一帝,不过也有学者为了将其与第一位千古一帝,秦始皇区分开来,便称其为千年一帝。 众所周知,古代的皇帝都会有多个孩子。 皇帝一般会从这些孩子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孩子立为太子,等到自己驾崩或者退位时能够继承皇位。 康熙虽然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,但是由于其母亲在宫中并不是最受顺治皇帝宠幸的妃子,再加上其汉族人的身份,因此,一开始顺治皇帝对于康熙这个孩子并不是很喜欢。 虽然小时候康熙并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喜爱,但是由于康熙小时候天资聪颖,其学习天赋远超于其他几个兄弟,因此,年仅五岁的康熙便深得孝庄太后的喜爱。 康熙勤勤奋好学,又十分聪慧,因此自五岁起,就经常被孝庄太后带在身边学习,同时也经常教导康熙一些治国理政的道理。 在孝庄太后的尊尊教导之下,康熙每天就遨游在书籍的海洋之中,出去吃饭,睡觉,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看书阅读古籍。 虽然小时候的康熙天资聪颖,又热爱学习,可她毕竟还只是个孩子,在阅读史书古籍的时候,经常会遇到很多看不懂的地方,因此也会经常去请教孝庄太后,见到康熙如此热爱学习,孝庄太后更加喜欢康熙了。 传说中,她在垂死之时,竟然要求一位自己最看重的臣子与她一同陪葬,这个命令是多么的荒谬和冷酷,为什么康熙皇帝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? 这个谜团,直到她的儿子雍正皇帝登上龙以后,才逐渐揭晓,而这个被要求陪葬的男子就是龙科多。 1688年冬,年结27岁的龙科多迎来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,这一年,他被康熙皇帝任命为禁卫军一等侍卫,正式进入皇城为康熙效力。 龙科多是满洲八大贵族同家室的后人,他的父亲是康熙的心腹大臣佟国伟。 龙科多曾跟随努尔哈赤起兵,在征战中建立了威名,身受康熙赏识,龙科多自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,他继承了父亲的血统与荣耀,又聪慧机敏,很早就被康熙皇帝看中,提拔入侍卫军。 一等侍卫主要负责皇帝出行和宫廷秩序的事务,这对一个27岁的年轻人来说,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龙科多工作勤奋敬业,深得康熙赏识,他冲尽十足,执行命令马里迅速,且能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,让康熙每次外出都适时顺心。 六年后,龙科多得到进一步提拔,出任步兵统领,负责京城九门防务,这是一直为地位崇高,权力巨大的要职,龙科多可以调动禁卫军,控制京城安全大权,可谓成为了康熙最信任的心腹。 1708年,康熙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,他以步伐祖德为由废除了自己最受宠爱的儿子允仁,将他软禁在秦清宫,这标志着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第一阶段正式拉开的序幕。 其实早在好几年前,康熙就对允仁失望透顶,允仁虽然是皇长子,但过于软弱怕事,康熙便时常在朝野中语代讥讽地说允仁好之懒作。 没有君王风范,天子台前,儿子颜面尽失,这也让允仁对康熙颇有怨言。 为什么康熙要这样对允仁,这成为当时满朝文武的疑惑,其实允仁性格软弱,康熙担心他无法担当大任,所以才会这样做,但允仁毕竟是长子,废除他势必会引发波澜,动摇皇族根基。 康熙需要有人帮自己监视朝中动静,龙科多便成为了他最好的眼线,龙科多频繁出入宫禁,朝堂又以招俘的姿态接近朱皇子,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到大量权力斗争的内幕。 在龙科多的多次密报下,康熙对朝中形势了如指掌,1712年,他再次废除允仁,正式拉开九子夺敌的第二阶段,朱皇子争斗白热化,龙科多左右逢源,试图达到顶峰。 1722年,康熙驾崩,临终前,他突然下诏要龙科多陪葬。 这对龙科多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,陪葬是皇帝的至高恩典,却也意味着活生生地被坑杀,龙科多大惊失色,认为康熙这样做是要置自己于死地。 其实,康熙此举已经在龙科多的预料之中,他深知龙科多背后已经掌握太多权力,日后定会成为四皇子雍正的心腹忧患。 所以,趁自己还在世,先下手为强,以死牵制龙科多。 龙科多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与绝望,此时四皇子印珍赶来探望生前,龙科多情急之下连忙向印珍哀求,印珍面露难色,他也很诧异父皇的决定,但终究是龙科多的救星。 印珍立即进攻向康熙建言,也许是看在印珍的面子上,又或者是康熙本就打算把龙科多留给印珍使用,很快,圣旨改变,龙科多不仅逃过一劫,还被提拔为顾名大臣。 这一刻,龙科多如是重负,印珍也松了一口气,但对康熙的用意更加充满疑惑。 直到一年后,登基为帝,雍正这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,康熙这样做,根本就是在帮雍正打造心腹,他故意刁难龙科多,逼他投靠印珍。 等印珍救下龙科多,龙科多就欠了印珍一个大人情,对印珍死心塌地。 康熙的算盘确实打得响亮,雍正登基后,他果然重用龙科多辅政,还委任另一心腹年庚瑶共同掌权,两个人被称为同选和年选。 一时间,龙科多权倾朝野,地位窜升到了巅峰,他可以左右朝中人士,对官吏的升迁有绝对发言权,雍正也确实需要龙科多这样权倾一时的俯陈来稳固局面,平定叛乱。 那一年,西北边疆发生叛乱,蒙古贵族策望多尔纪联合准嘎尔布·嘎尔丹入侵,龙科多调兵遣将,积极支援年耕摇平叛,在两人的联手之下,叛乱很快就被镇压。 雍正见龙科多为自己出力如此,更加信任他,只要龙科多在,朝中风与他都能安然度过,于是他对龙科多礼于有加,任他主政朝堂,自己则沉浸在后宫与文学之中。 可惜好景不长,雍正逐渐发现,龙科多和年耕摇并非忠心之人,而是野心家,两人结党营私,图谋不轨,必欲把真正的皇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这样的心腹,必须除之而后快。 1724年,年耕摇在西北胡作非为,雍正将他诛杀。 同年,龙科多也被削去部军统领之位,跌入正直没落期。 雍正屡次警告龙科多不要贪污,但龙科多志得一满,竟然仍我行我素,目无君上。 1725年,他在与俄国的边境谈判中,又被发现受贿,勾结外国势力,图谋不轨。 雍正这次是真的动了杀心。 他亲自带兵押解龙科多回京受审,一路上龙科多被严刑拷打,受紧折磨。 回京后,龙科多被囚禁在狱中,整个同家室也受到牵连。 就这样,龙科多自巅峰跌入深渊,被软禁致死。 其实早在多年前,康熙就曾警告过龙科多,权力越大,责任越大,不能妄图谋反。 现在想来,康熙定是早已看穿龙科多的野心,所以才要他陪葬给他一个警示。 事后看来,康熙的准确无误,他深知龙科多必定会反叛雍正,所以提前设下局。 让龙科多对雍正忠心,等雍正即位,有了龙科多这样的心腹辅正,才能平定叛乱,稳固政权。 雍正也从这件事中领悟了帝王生存的残酷,人心难测,为了力保大局,就必须舍弃一时仁慈。 龙科多的结局更使雍正看清朝局须浮,从此独断专行,功成名就。 每个皇帝的背后,都有着千疮百孔的宫廷故事,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,朝代更迭,兴衰成败,都离不开人心的波澜起伏。 国安田小ase 感谢观看